梅艳芳一生搬上荧幕 梅妈列开拍三条件今年是香港知名歌后阿梅梅艳芳逝世15周年 她的一生当中有璀璨也有悲凉 因此有电影公司看中她的人生故事 有一班上大荧幕 安乐电影公司决定5月开拍梅艳芳传奇 并请来今年28岁的单亲妈妈王丹妮饰演梅艳芳 但梅妈开出三大条件 要求电影不可有侮辱和突负面成分 一代歌后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癌症离世 她在舞台上的气质魅力有着王者风范 因此该片将由曾经指导韩战的梁岳民担任导演 饰演梅艳芳的王丹妮坦诚压力极大 因为她完全没有接受过演艺训练 因此正在进行地狱式训练 大中华唯一场韩团Monster X 7月访港开演唱会 曾于去年7月来港开骚的韩国男团Monster X 今日宣布他们将会重临香港 于7月10日甲九龙湾国际展茂中心会星 Star Hall 举行Monster X The R&D World Tour Hardcore 2018 据报今次香港演唱会将会是大中华地区唯一一场演出 港迷真有眼福 票价及购票详情将会荣厚公布 李敖化烟重返山林 未办告别是 悄悄完成后事 但仍有数位置有道二并送他最后一程 至亲好友昨早八点目送李敖火化 外传随后转网位于新北市三只龙岩白沙湾安乐园 此地将是李敖长眠所在地 凤凰卫视执行董事王济言凌晨哀伤在微博评文 21日的台北清晨 细雨还在轻轻拍打着门窗 我们一大早就去为大师送行 周边的告别是由古月和诵经声传出 我们这里很安静 很温馨 很简朴 亲人们默默地献上感激和祝福 为大师的最后一段路铺上温暖的底色 大师的人生华彩之光在八点时辰升腾 王济言同时 出从高处远眺绿地照片 所在之处应该就是白沙湾安乐园相隔23载 李若彤古天乐合体在线神雕侠吕44岁 小龙女李若彤 曾与47岁古天乐合拍《神雕侠侣》成为经典荧幕拍档 相隔多年 这对老搭档再次同框合影 其实早在7年前 两人在阔别16年未曾见面后 竟在飞机上瞧遇 当时古月天亲切的喊李若彤一声 姑姑 他也随即回了古天乐一声 乖儿 李若彤回忆 当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整整16年没碰面了 23年了 感觉 奥妙 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是 那次在飞机上的一遇 7年后 得昨晚才又再遇上 下次会是多少年 李若彤稍早曝光了两人 昨晚在同框 他称赞古天乐 从一个很瘦的人 变成一个健瘦男人 感觉上整个人都成熟了 昨晚两人相依偎 好多年没见了 姑姑还是那个姑姑 乖儿黑了好多 大家心目中的杨过和小龙女 满满的都是童年经典回忆 公开恋情 彭于燕深夜告白张军明 是我女朋友 新一代男神彭于燕 单身多时 感情状态备受瞩目 昨深夜突然传出任爱 他大方向女神张军明告白 引起粉丝暴动 21日深夜 微博风传彭于燕公开恋情 他向张军明告白 还以宣示主权的口吻说 他 是我女朋友 也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突如其来的认爱 在微博掀起一阵骚动 圈内人士分析 该告白文的语气 和彭于燕 平时说话语气有所出入 认为是遭冒名发文 据悉 该文为某位幕后人士 在腾讯上的发文 以此让彭于燕 张军明的陈年旧绯闻再次重吵 消息可信度极低 相隔23载 李若同古天乐合体再现 神雕侠吕44岁 小龙女李若同 曾与47岁古天乐合拍 神雕侠吕成为经典荧幕拍档 相隔多年 这对老搭档再次同框合影 其实早在七年前 两人在阔别十六年未曾见面后 竟在飞机上瞧遇 当时古月天亲切的 韩李若同一声 姑姑 他也随即回了古天乐一声 姑儿 李若同回忆 当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整整十六年没碰面了 23年了 感觉 奥妙 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是 那次在飞机上的一遇 七年后得 昨晚才又再遇上 下次会是多少年 李若同稍早曝光了两人 昨晚在同框 他称赞古天乐 从一个很瘦的人 变成一个健壮男人 感觉上整个人都成熟了 昨晚两人相依偎 好多年没见了 姑姑还是那个姑姑 姑儿黑了好多 大家心目中的杨过和小龙女 满满的都是童年经典回忆公开恋情 彭于燕深夜告白张军明是我女朋友 新一代男神彭于燕单身多时 感情状态备受瞩目 昨深夜突然传出恋爱 他大方向女神张军明告白 引起粉丝暴动 21日深夜 微博风传鹏于燕公开恋情 他向张军明告白 还以宣示主权的口吻说 她 是我女朋友 也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突如其来的认爱 在微博掀起一阵骚动 圈内人士分析 该告白文的语气 和彭于燕平时说话语气 有所出入 认为是遭冒名发文 据悉 该文为某位幕后人士 在腾讯上的发文 以此让彭于燕 张军明的陈年旧绯闻 再次重吵 消息可信度极低 相隔23载 李若彤古天乐合体 在线神雕侠吕44岁 小龙女李若彤 曾与47岁古天乐合拍 神雕侠吕成为经典荧幕拍档 相隔多年 这对老搭档再次同框合影 其实早在七年前 两人在阔别十六年 未曾见面后 竟在飞机上瞧遇 当时古月天亲切的 喊李若彤一声 姑姑 他也随即回了古天乐一声 姑儿 李若彤回忆 当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整整十六年没碰面了 23年了 感觉 奥妙 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是 那次在飞机上的一遇 七年后得 昨晚才又再遇上 下次会是多少年 李若彤稍早曝光了两人 昨晚在同框 他称赞古天乐 从一个很瘦的人 变成一个健壮男人 感觉上整个人都成熟了 昨晚两人相依偎 好多年没见了 姑姑还是那个姑姑 味儿黑了好多 大家心目中的杨过和小龙女 满满的都是童年经典回忆公开恋情 彭于燕深夜告白张君明 是我女朋友 新一代男神彭于燕单身多时 感情状态备受瞩目 昨深夜突然传出任爱 他大方向女神张君明告白 引起粉丝 引起粉丝暴动 21日深夜 微博疯传彭于燕公开恋情 他向张君明告白 还以宣示主权的口吻说 他 是我女朋友 也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突如其来的认爱 在微博掀起一阵骚动 圈内人士分析 该告白文的语气 和彭于燕平时说话语气有所出入 认为是遭冒名发文 据悉 该文为某位幕后人士 在腾讯上的发文 以此让彭于燕 张君明的陈年旧绯闻再次重吵 消息可信度极低